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·塔琳娜表示 人工智能仿佛海啸般样袭击全球劳动力市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·塔琳娜 本周而在瑞士国际问题研究所举办的一次活动上表示 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在未来两年内影响发达国家60%的工作岗位 以及全球40%的工作岗位 而留给社会和企业为此做好准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还强调如果管理得当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 但也可能加剧错误信息的传播 扩大社会差距 他认为自2020年新冠疫情袭击和乌克兰战争发生后 世界经济变得更加敏感 预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冲击 特别是在气候危机造成的冲击 但全球经济仍具有防卫能力